这里是两千定银 明天早上 在这个地方 一手交钱一手交粮 如何呀 好 好 艾老板 性情中人 快人快语啊 那咱们可就一言为定了 鸡掌为凭 这艾老板为人真是爽快 是啊 来人 送艾老板 是 对对对 没错 龙小弟 你知道吗 为了凑够那两千两定金 我跟那一瓶娘娘 把自己所有值钱的金银首饰 全都给当了 还有我的一个金镯子呢 放心吧 等锁头回来以后 你当的那些首饰 全部完毕规罩 少了一件 以为我是问 光完毕规罩可不行 我得加上运气呢 行行行 反正我这个竹杠最好敲 当然了 你就是个大竹杠 棒棒棒 方妹 别闹了 让主子先回房间休息吧 咱们还得去和侍卫兄弟们 商量一下今晚的行动计划 昨晚已经打草惊蛇了 球贵一定加强了对庄园的守卫 我们需要做好万全之策 不用了 我不累 我跟你们一起好好谋划谋划 今天晚上啊 这个行动 我一起参与 陆小弟 你之前不是开玩笑啊 你真的要跟我们一起 打劫官府啊 你可是皇上啊 我看起来很像开玩笑的样子吗 皇上 这样太危险了 危险 我自幼父母双亡 八岁登基 哪一天不是在危险之中度过的 就像上次其拿奥拜一样 那不也是在冒险吗 其实我跟你们一样 也渴望冒险 渴望刺激 只不过身在进宫不得自由罢了 再说了 这一回 可能是我这辈子 唯一一次当侠盗的机会 我可不能就这么错过 这是球柜庄园的前门 这是后门 中间的花园 还有一道暗门 这是粮仓 这里是银库 龙小弟 给你准备的夜行衣 换什么 好啊 我终于也有机会 当一回侠盗了 李德夫 给我更衣 主子 万万使不得呀 以您的身份 怎么能跟着他们去打劫官府呢 万一出了什么差错 奴才 奴才万死难输其罪呀 你啰嗦什么呀 我五岁就开始起舞了 一直都英雄无用武之力 今天晚上我正好试试我的本事 公公放心吧 有我兄妹在 一定会保证主子的安全 如果真的出了什么意外的话 大不了我们放弃此次行动 绝对不会置主子于险境的 李太医 你这话说得轻松 那球柜庄园内机关重重 你凭什么保证主子万无一失 再说了 要是给太皇太后知道了 你们居然怂恿皇上打接官府 而我又未能劝阻 那咱们 咱们所有人都要人头落地 行行行 我不去了 你先起来吧 谢主的体恤 得罪了 李公公 你这个老东西 老在我耳边过灶 我又不是小孩了 真烦人 李公公 暂且在这里好好休息吧 我们速去速回 小姐 老奴给你炖了一碗燕窝 我现在不想吃 我有些不舒服要歇息了 小姐 您哪里不舒服 要不要老奴帮你找一个郎中 给您看看 不必了 我就是身子有些乏 睡一觉就好了 那小姐 您先歇着吧 老奴明儿一早再来看你 老奴先行告退了 你下去吧 走了 这奶娘真够烦人的 如今在这世上 奶娘是晚妹唯一的亲人了 还望前卫多担待 孟大哥 孟大哥真是宅兴仁厚 怪不得你虽是刘德昭的护卫 婉姓妹妹仍然对你亲心 我家本住在城外南湖边上 婉妹从小就喜欢女扮男装 背着她爹溜到南湖边来溪水 我俩也算青梅竹马 直到她被选为绣女 前来跟我告别 所以我才知道 原来她是舒大人的女儿 原来是这样 孟大哥打听到 婉姓妹妹的下落了吗 打听到了 她现在被软禁在 求贵的负债里 只因我受了内伤 再加上求贵 又加强了守贵 我怕打草惊蛇 所以没有贸然行动 都怪我那夜下手太重 不过你放心 我等都是有心意之人 我们一定会帮你救助舒小姐 让你们远走高飞 多谢前辈 不打不相识 前辈 不必挂怀 如今求贵一心只想着 把婉妹献给刘德昭 而刘德昭眼下 一门心思要对付钦差大人 所以 婉妹暂时是安全的 我先帮着你们 把求贵私吞的官营给结了 先救了那些灾民再说 好 这次我们能否顺利地 劫走求贵私藏的官营 就全靠你了 在下 一定全力配合 其实这些年 保护刘德昭 我内心已十分矛盾 如果真能为灾民做些什么 也算稍稍数点罪吧 陆小弟 你穿上这身衣服太逗了 比你平时穿龙袍有意思多了 你看看 是吧 我也觉得挺新鲜的 得亏索大人不在 要是他在的话 非得被吓得屁滚尿流的 肯定不让咱们去冒险 那个青蚕背心穿了吗 没有 你为什么不穿啊 你要是不穿的话 我不带你去啊 我骗你的 老大吩咐小弟的话 小弟怎么能不听呢 不信你摸摸 真的穿了啊 别摸那儿牙 还真穿了 好吧 那我们带你去 你知道吗 这次你亲自出马 可是我们比平时 紧张了十倍还不止呢 我也是从小练武到大的 虽然武功呢 没有你哥哥好 但跟你比起来 差不多 吹牛 主子 臣得再提醒一遍 这抢劫官营可不是儿戏 臣会尽量保护主子的安全 但是如果真的发生什么意外的话 主子切不可恋战 必须在臣的掩护之下 尽快撤离 你放心吧 我虽然喜欢冒险 但也不想当一个 被当盗贼拿住 再被砍掉脑袋的 乌郎废皇帝 这样吧 到了那儿 全听你的吩咐 好 为确保万无一失 还请主子 把球柜庄园的机关设计图 和地形图 再熟悉一点 好 说话吧 这个龙小弟 平时挺老成的 今天这么任性 难道是受了我的影响 我事先鼓动了大批灾谜 到府衙和城中各大湖门前闹市 刘德昭调集了大批的兵力 正在忙着驱赶灾谜 这边的守卫 就只剩下球柜自己培训的家定了 生功七戏 调虎离善 做得好 是 等一会儿 巡逻外墙的守卫换港 会有很短的一个时机 我们必须抓紧时间 冲掉那边的转角 那里是一个视线盟区 好 你们去了 你们去了 你们去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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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冲过去 龙小弟 紧张吗 紧张 但是好刺激啊 江山大道还挺好玩 大事 柱子 千万别孩子气 这可是杀头的勾当 每年要多少盗匪 要么当场死于非命 要么被官府抓住出一击刑 只有极少数运气好的 能够一再得手 但是久走夜路 哪能不失血 最终 都是难逃一死 别别别别 你怎么老说这种不避讳的话呀 死死死的 我们才刚开工 第一组侍卫兄弟已经得手了 藏在墙头高处的暗烧 已经被解决了 我们可以翻墙进入中央了 你们在这儿等着 我去探探 老大 你们刚刚不用把我架上来的 我平时也练过轻功 我自己可以的 你以为你是真龙啊 你还可以自己飞 得了吧你 记住我平时教你那些 轻功的方法啊 下次没准能用得上 知道吗 知道了 老大最厉害 当然了 要不然怎么我是你老大呢 好 走 好 我怎么觉得浑身有点痒啊 是不是有人啊 竹子别担心 他们是咱们从宫里 带出来的侍卫 这两个是第二组 竹子 我先带他们 去解决守在盈库门口的几条狗 欢美 你带着竹子 来盈库来跟我会合 嗯 路径图都记清楚了吗 当然了 这庄园的路径 其实是一个迷魂阵 千万不要走错了 看不起我啊 不可大意 你自己走差了不要紧 以你的轻功自然能够脱身 可是竹子就危险了 我是老大 我肯定能保护好 我的龙小弟的啊 你们小心一点 我先走了 从现在开始 紧紧跟着我的步伐 一步都不能了 知道吗 知道了 老大 走 怎么啊 不知道该怎么走啊 应该是这边 走 那到底王左还是不要 不然是王左啊 你确定 网络网络 你们都有点迷糊 那好吧 我不懂这是机关站 还是王左吧 我就听你这个老大的 这 停 这边 这个 这这 王左 王左 走 这是 停 咱们是不是又回到原地了 好像是 老大 你不会学义不经吗 把这迷糊认你都给认错了 我只是 我只是 稍微失误了一下嘛 这回肯定没错 往 往右 右转 不是 老大 你确定不是往中间吗 我是老大还是你是老大呀 你宫里老师教过你阵法吗 不是 我 我是没学过阵法 可是你哥哥刚才给的地形图 我是看过的 我记得走到这个位置以后啊 似乎是往中间走 你看似乎 这说明你也不确定 不是 我是记得该往中间走 但是你又说是往这边 我就不确定了 不确定是吧 我是老大听我的 走 那 我确定 我没有回到原初啊 我也确定 这就是原初 不是 老大 我现在祖团知道 你为什么总不说你的事成来历了 感情是你的师父们 从来不让你在外头打他们的名号吧 你怎么知道的 不过我师父说了 说 说我天资聪慧一点就通 我只不过差那么一点点的认真和努力 你哪是差那么一点点的认真和努力啊 我跟你说 你师父没被你气死也算是赏天垂脸了 不许取笑我 猪姑可老取笑我 你不许取笑我 我是你老大知道吗 好好好 小弟不敢取笑老大 老大 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啊 你刚才不说往中间走吗 那就听你的呗 中间走走看呗 那走吧 走 你们谁啊 可以啊 反应够快的啊 其实你害怕的 怕得出来了 是 胆小鬼 鬼呀 猪鬼 奶奶 你胆子好大呀 我就是怕鬼 其他我什么都不怕 是吗 是啊 喂 你俩在干嘛 偷懒是吧 快来人 周哥哥 还好你来救我们了 我看你们迟迟不来 我就知道 你一定又犯糊涂了 前面挡路狗已经被我解决了 离他们换班 还要半个时辰 赶紧时间 嗯 我先拢点 嗯 就算了 嗯 我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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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哥哥你太厉害了 你一下子全都搞定了 你呀 以前上课老是偷懒 现在知道自己学艺不精了 这么多银子 游哥哥 游哥哥你没事吧 我没事 幸亏你反应快 不然我现在只怕一 猪哥哥 对不起 刚刚都是我大意了 猪泽 你没事吧 嗯 我没事 没事 没事就好 你先通知外面的侍卫兄弟 进来搬银子 我再检查一下 看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机关 诸位安全 嗯 猪哥哥 对不起啊 我刚才真的不是公益的 你别再生气了 你以为我生你的气 是你不小心触动机关吗 没想到 在最危险的时候 你最先救的 竟然是他 你是因为这件事情生气啊 那你也太小心眼了吧 你看 他武功不行 所以我肯定要先救他嘛 我得保护他嘛 你从小在我心里就是最强的 你肯定能保护好自己啊 但如果有一天 我们两个同时遇到危险了 我第一个救的肯定是你 再救我自己 你呀 来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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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说多少是多少 快 多多一扇 多多一扇啊 痛快 真是太痛快了 今天晚上的经历 真是太刺激了 我必将终身难忘 可惜不能让史官把今夜的经历 全都记入史册 更不能让太皇太后知道了 要是让他知道了 肯定有时候把你带坏了 那可就是你这个老大 带坏我这个小弟子 你现在是赖上我了是不是 那好 不赖你 不赖你 老大辛苦了 等我回宫了以后呢 你就重重地赏你 赏我呀 赏我什么 你说个数 你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 我也不能狮子大开口 嗯 五百两 三百两 嗯 嗯 二百 二百两成交 二百两成交 你越来越小气了 你不会带账吧 发誓 绝不带账 我以我本人作单本 我要是带账的话 到时候 我就把我这个人赏给你 算了吧 你一次用膳膠吃上上百道菜 我可养不起你 如果你要带账的话 我自然倒霉呗 李太医啊 今天晚上真是辛苦你了 我真是没想到 身边还有你这样一个全才 不仅医术好 武功好 还懂得机关阵法 懂谋略 让你做一个太医啊 实在是太委屈了 等活了宫以后 我一定好好提拔 竹子 其实今夜此次行动能如此顺利 并非臣有多厉害 而是臣的运气好 事先得到了球柜庄园的 机关地形图 和卫队巡逻表 你能得到如此机密的东西 是球柜身边有人给你做内应 是 看来真是得到者多助 事到者垮住我 我一定要做一个有道的天子 不能做一个无道的魂君 嗯 农小弟 我相信你 李公公得罪了 啊 竹子 你终于平安回来了 你要是再不回来 奴才吓 也要吓死了 岳大夫 这件事情你得替我保密 不能告诉任何人 尤其是台皇太后 要不然 我就砍了你的脑袋 只要竹子能平安回来 这件事情 奴才就当不知道 要 好 艾老板真是一个爽快之人 真是 溜起来的美大气粗啊 这像也没问题 对 后面送 来 艾老板大手套 好 所 haven 就出了 在这行办 佳老廟 能够交落 一千袋粮食 就在码头仓库里 如今银子已经交割完毕了 可以放粮了吧 那是自然 去 带着艾老板的手下 到码头交割一下 是 好的 跟我来 请 这边请 艾老板 真是大善哪 您行此善事 上仓必定眷顾 此次劫难 一定可以安然度过 囚某在此 先祝愿艾老板 早日康复了 多谢囚老板基爷 我在府上已经设下了酒席 艾老板 赏个光 也让囚某 尽一尽地处之意吧 好说好说 倒是让囚老板破费了 老爷 不好了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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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老爷 慌什么 说 庄 庄园进了盗贼 银库里的银子 少了 整整三万两 这 这三万两 你说什么 再说一遍 昨夜 庄园进了贼 盗走了三万两银子 你废话 这么大 是现在咱的报 报了 今儿四更天 就发现出了事 庄园管事 马上派人给老爷 还有巡抚大人报信 可等到五更天 没见回音 庄园管事 就派出了第二批 第三批人报信 可还是没有回音 庄园管事 意识到事情不妙 便让小人骑马 绕行了十几里前来报信 这才顺利进了城 这这这 怎么这么不小心哪 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也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啊 爱老板 我那几批送信的人 不会是让你的人给结了吧 你说呢 这么说 这批银子 是从我庄子上结的了 你说呢 你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 去 把这件事报告给巡抚大人 是 来人 把他给我拿下 把他们抓住 别毫了 你外面那几条狗 早就被我大哥解决掉了 毫也没用了 你 爷爷 咱们不能把银子 都给他们留下来 把银子全都抬出去 交给李护卫发贩给灾民 走吧 宋儿 等一下 爷爷 我想了想 应该在这几个禽兽不如的东西里面上 留点墨宝 也相当于给刘德昭那个狗官下了战书了 意下如何 这倒挺有趣的 别动 再动的话 拿刀在你们脸上刻字了啊 最后 水 十一 十一 也不 几个月 看起上我 这边再写一个字啊 都给我老老实实实带着 好了 好了 不错不错 点完了 行的行啦 别鬼叫了 知道我爷爷是谁吗 告诉你们 我爷爷的字 那可是价值连城的 最好在你们脸上 永远不要洗掉 给你们还有刘德昭 敲个警钟 知道吗 嗯 走吧 宋儿 走吧爷爷 慢点啊爷爷 你不太好了 谢谢你 谢谢 谢谢你 谢谢 太好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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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谢谢 使人有气氛了 爱老爷 谢谢 谢谢您 老爷 您可是活菩萨呀 是吧 乡亲们 各位不必谢我 于是 我也是皇上指派下来赈灾的 你们手上拿的粮食和银粮 全都是朝廷 调拨的赈灾银和赈灾粮 接下来 朝廷还会有更多的赈灾计划 帮大家重建家园 度过灾孕 谢谢皇上 谢谢 谢谢皇上 朱哥哥 赈灾民们暂时得救了 你怎么不高兴啊 赈灾民得救我自然是高兴 可如此一来 却是在帮康熙和大清朝廷 收买民心的 道理 道理 干什么呀 你们这是 老爷就不能忧点自己的事情 听见吗 大人 救老爷的库银被盗了 你说什么 银库被盗了 不仅被盗了三万两银子 还有一千弹的粮食 也被那帮人分给了灾民 但卑职得到消息赶到码头时 那帮人已不知去向 萧萧奇 这些丢路 这是要造反呢 不 去看看 老爷 你来考学 你来考学了 你来考学了 太厉害了 开开 开开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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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呀呀 你慌什么 老爷好着呢 小心你肚子里的孩子 慢慢说 孤儿 孤儿和那几个商人 被人给绑了 看看去 走 孤儿啊 孤儿啊 孤儿 孤儿 这是哪儿伤着了 怎么不起来 这年怎么了 哪个不养命的干的 你到底出啥事了 你倒是说话呀 你别吓我 你这是怎么了 来 先起来说 先起来 别忙我 孤儿啊 怎么回事 谁干呢 星爱 以前没打过交道 京城来的客商 看见了吗 看见我的脸了吗 让我抓到他 我拔了他的屁 老爷 留得招 这事你必须得给他做主 你看看 你看看你看看他这脸 这脸都就这样 他怎么见人 他怎么活呀 老爷 是什么时候 我说我这样的委屈 什么时候 我被人这样欺负我 我跟你说 这事你要是不给他做主 我跟你说 我就绷上了 那他就冲 我都没有 好了 成何地统啊 有事回家说去 这真是 吃了雄心豹子胆 居然敢在我小舅的头上动土 若是让本官抓住 非得给他碎尸万段了 拔了他的皮 拔了他的皮给我喂狗去 你听见没有 喂狗 罗小爹 这杯酒我敬你 谢谢你为了老百姓 肯跟我们一起铤而走险 老大 这一杯酒 应该是我敬你和你大哥才对 要不是你们兄妹俩的话 我还不知道有多少大清的泽民 要惨遭刘德昭和这些贪官污吏的迫害 我现在一想到刘德昭跟囚柜那副嘴脸 肯定十分狼狈 我就觉得特别好笑 可是我笑不出来 这次初勋一来 我见到了太多平常在宫里 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我在想 如果我们大清的官员 每一个都如此贪赃枉法的话 那我们大清的江山还能长久 看到那些在民 受到一点点阵迹的银两 就三呼万岁 说实话 我很震撼 也很惨愧 我们大清的百姓 是多么地善良 对官府的要求 是多么地低位 而我们这些身居高位的人 是多么地失智 龙小弟 为了刚才你说的这番话 我再敬你一杯 数五零 曹 mentorship 煞 糟糕 桑西心情大好 拉着熏汪陪她喝酒 他们现在正在院中 您就赏约 きré 務限 大师兄 小师妹跟我一样 都是为了光复大明的大业 你千万别介意 我知道 我会克制我自己的 太子 其实这次的行动 我是一直不同意的 但是你却一意孤行 一来 你们出生入死 倒是帮康熙收买了民心 二来 你也在康熙面前暴露得太多了 虽然康熙表面上嘉奖于你 但是内心 也难免不会对你和一欢起疑心啊 我明白 但是我别无选择 康熙身为大清的皇帝 为了灾民都可以去冒险一搏 如果我为了一己私利 而为首为为的话 那在欢媚的心里 她会怎么想我 一欢怎么想你和康熙 这并不重要 你所做的那么多 难道就是为了讨一个女人的欢心吗 你别忘了你的身份 你是大明最后一个太子 我没忘 我也不是为了讨一欢一个人的欢心 柳师傅 就如康熙为那些饿死的灾民落泪一样 那是她身为当今天子的良知 而我作为大明最后一个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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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连这点良知都没有的话 那我还有什么资格 去跟康熙争这个天下 师父 大师兄说得对 正因为他是大明的太子 他才必须心怀天下呀 幼稚 这古往今来 有谁打天下 靠的是妇人之人 想要心怀天下 那我问你 你怀的是谁的天下 是爱心觉罗的天下 是大清的天下 你想要心怀天下 就必须要先打下天下 你才有这个资格 就必须要心怀天下 六师傅说得是 徒儿受教 冬小弟 你可认得此字 这不就是龙字吗 那你可知此字何意 老大 你是要考小弟的学识吗 那小弟可能会比老大你 强上那么一点点 这龙字啊 本意是指 能带来雨水的神物 在此呢 则既指春天的雷雨 耳者 闻也 而与龙联合起来 表示耳朵听到春雷声 本意指这个年老耳背的农夫啊 平常无法与人交流 但在春分时间 还能听到春雷响声 便知道该下地播种了 后来慢慢变成现在的意思 只称别人耳背的毛病 老小弟 龙小弟 入了这番学识 我自然是不如你 但是今天 我想给你讲另外一层意思 你看这个龙字 是龙跟耳结成的 这个龙指天字 意思就是说 其实 天字的耳朵只是个摆设 民间的疾苦 是听不到的 我 多谢老大之天 对小弟来说 犹如醍醐灌顿生觉悟 此次初心一来 我这双耳朵总算是打开了 等我回了宫以后 再也不会让我这双耳朵 变成白色 龙小弟 一言为定 为了你这句话 我再敬你一杯 小弟 莫 逼上 啊 好 我们在 那些雨感觉 夏雨了 夏雨啊 那些雨伤还挺大 看这个雨势 山西的汉区应该能得到还钱 这都是主族因宅亲人后 感动了上苍 所以上苍才降下甘霖 拯救万民啊 想不到这场雨 一下就是三天啊 真是一场即时雨啊 缓解了山西的汉情 这场雨虽然缓解了汉情 但是错过了波种的季节 灾民们仍然需要救济 我知道 我会让朝廷继续震灾 让灾民们平安度日 直到下一个收获期 龙小弟 看来你这双龙耳真的打开了 能听见民间疾苦了 主子 咱们还是少在外面走动的 前些日子发生那么大动静 一定会惊动官府 所大人出去调兵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万一在这个时候 发生什么意外的话 那可不得了 我想看一看刘德昭他们 会如何行动 再说了 那日我们都易容了 他们认不出来 就是嘛 你要对我的易容术 充满信心 主子 你看现在街道上 这个灾民比以前少了很多 多半是他们领到了前两 又看到汉秦得到了缓解 所以都回家去了 只是这些钱财 还完全不够啊 有一些住得偏远的灾民 还有一些老弱妇孺 就完全没有得到救济 主子 像那样的行动 可一不可在 还是等所大人调兵回来 拿下刘德昭这个贪官 再安排可靠的官员 严格执行朝廷的赈灾计划 才是长远之计啊 说得有道理 说得有道理 我跟你说 听说前些店 有人在马头上 给赞民们分粮分饮 龙小弟 咱们都成了官府通缉的 奸阳大道了 和菩萨呀 是啊 是啊 哪怕是和菩萨 现在都死身难保了 这结了官粮官银 可都是杀佛的罪啊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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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咱们老百姓啊 最可怜了 逆兰盛兽是个死 这官兵明仔还是个死啊 是啊 是啊 你说咱们 这些好人都被抓了 多好人 太可怜了 老百姓 真没有活路了 待我回宫之后 一定要将刑部那些道案 发挥重审 只有那些真正打家结舍的道案 才判死罪 而那些 被无良贪官逼得走投无路的囚徒 全部从轻发过 龙小弟 你简直太盛名了 怎么了 他不过是随口一说 你还当真了 你就这么容易 被他感动 你不信他说的吗 我觉得这次来山西 对他感触挺深的 他刚才说的都是真心话 只怕他的真心 不过是一时头脑发热 你别看他现在义愤填膺 对官兵明反的百姓 充满了同情 但只要回到了紫禁城 他的心境和立场 一马就不一样了 到那个时候 他最先考虑的 是如何维护朝廷的权威 和自己的龙影 而不是百姓的疾苦 朱哥哥 你这么一说 我心里怎么那么失落 更害怕啊 桓妹 我知道 你对康熙充满了幻想 但将来 你就会慢慢 他绝对不可能 是你想象中的那个样子 让开 让开 官业 求您再仔细看不见画像 和老朽只是略有几分相似 闪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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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个人看上去 跟老师搭交的 哪有胆娘去结棺梁棺盈啊 就是啊 看他那个小身板 哥哥瘦得跟皮包葡萄似的 就算有那个贼胆 也没那个能耐啊 行行行 这三位活菩萨神龙见手不见了 给三名抓换完钱粮之后 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肯定是有来历的高人啊 就这帮贩头 只知道其他老百姓 他们哪有本事去抓人呢 就是啊 还不是只能找几只踢队羊 上去交差啊 可不 可是这三个人只是跟通缉的药犯 长得有点像 当官的无凭无据的 能随便派人死刑啊 要证据还不简单嘛 这帮官老爷 哪个不是无中生有 栽赃陷害的能手啊 这可是死罪 这犯人不认罪 当官的他也能硬判啊 只要进了公堂 还由不得你不认罪啊 三不知下何共不解 对 到了秋后三个人偷落地 这案子就了结了 官老爷又可以高枕无忧了 走 咱们去看看去 来 走 看看去 对 走 陆小弟 怎么办啊 他们不会真把无辜的百姓 去打成招吧 咱们也跟上 看看去 走 快点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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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子 现在怎么办啊 临出来之前 为了预防万一 我把那道圣旨带了 要不然以钦差的身份 进去问一下 不计 咱们先看看这个刘多招 怎么办这个胡乱 这也不让我们进呢 走 不计 王十三 胡二口 谢大牛 你们说 你们并未结粮结淫 可是 为什么从你们家中 搜出了失窃的 官银跟粮食 讲 来 大人啊 小老儿失数冤枉啊 那些粮食和官银 不是官府振灾 分给咱们灾民的吗 那爷在马头 取了好些个灾民 每人都分得了 一斗粮食和一定银子啊 大人 大人 小人更冤枉啊 那爷小人听说 有活菩萨要在马头上 给咱们们分钱分粮 被想赶着去的 不料小人的娘子摔了一跤 把怀了三个月的孩子 划掉了 等小人安顿好娘子 赶到马头 银子和粮食 早就分光了 活菩萨也不知去了哪里 小人的家中 久得只剩下四面墙了 也不知差爷们 怎会在家中 搜出这些粮食 和 和一定银子来 大人 大人 小人冤枉呢 小人拿着夜里 在家照顾病重的老娘 赶去马头也去得晚了 什么都没分到 今早 有人拿着画像在小人家门口 忘了几眼 为了小人几句话 随后那人便送了小人 一袋粮食和一定银子 小人正感激不尽 赶紧去给我那快饿死的老娘熬粥 谁想到 还没等到粥熟呢 这时就来了几个捕快大人 硬说小人是盗抢 官粮官银的贼呀 大人 小人实在是冤枉 我算看出来了 他们是拿着画像对比 看谁长得像 就抓起来栽杂 小人冤枉大人 大人 大人明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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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胆的刁民 你们竟敢诬陷本府的公差 来啊 传证人 代证人 这假日 我看着都害怕 何况群长老百姓呢 参见大人 参见大人 好了 都去来吧 谢大人 竹子 他们脸上那些墨汁啊 是我之前加过药的 要是想洗掉的话 除非搓到一层脸皮 不然的话 一个月都别想洗掉 这些粮伤丝毫没有吸取教训 脸上的字还在 却又在陷害无辜百姓人 他们竟然如此不知悔改 前来我便命人 将这些字 刺在他们脸上 除非他们撕掉脸皮 要不然一辈子都洗不掉 真的啊 那就太痛快了 这就叫做 恶人自有恶人魔 你什么意思啊 我也是恶了 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古往今来 哪个皇帝不杀人啊 一句话不就血流成河吗 难道不是最大的吻了 环妹 就算主子说了 在宫外可以畅所欲言 但你也不能不知清楚 不乱说话 我知道了 龙小弟嘛 宰相度里能称传啊 更何况你是皇上 所以你度里可以称 百只千只 可以称上万只啊 所以你肯定不会跟小女子计较的 对不对 行了别说 那么长我都听不清宫堂上的动静了 哦 你们几个证人 认一认前面这三个 他们可是 那日打劫你们的匪徒 这些人 没错大人 就是他们 好 你们先下去吧 是 大人冤枉大人 大人冤枉大人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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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何话要讲 大老爷 老朽冤枉啊 冤枉啊 冤枉啊 大人 冤枉啊 大人 大人 这是我等 从那三人家中搜出的迷药 这些迷药 和弥道府中守卫的那些 完全一样 大人 大人 小人跟老娘知常爱恶 早都不想活了 就连买包老鼠药的钱都没有 哪里来的钱卖米药啊 大人 冤枉啊 大人 大人 小人和娘子也饿了好些天了 家中若有米药 早就不管这么多先吃下去了 哪里还能留到官爷们来搜啊 大人 冤枉啊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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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旨刚刚在高纪药铺调查到 王十三前些日子 曾去药铺买过药材 这些药材 正好可以配出强效米药 这是高纪药铺掌柜 高老师的书政 大人 请过目 谢大牛 胡二狗 你二人没钱买米药 那这药一定是王十三 配好后送给你二人的 对吧 冤枉啊 大人 冤枉啊 大人 冤枉啊 大人 小人根本就不认识什么王十三啊 大人 是啊 小人到现在都不知道您说的王十三是谁啊 大人 冤枉啊 大人 冤枉啊 大人 大人 冤枉啊 大人 老爷 小老二 前些时日确实到高纪药铺买过药 只是想配一些迷药要兔子 怎敢拿这些药去要人呢 大老爷 我更不曾把这些药 分给两个不认识的人呢 大老爷 真没想到 他们连相关的伪证都做好了 看这手法 简直是轻车熟路 看来 他们早就商量好了 如果找不到我们三个 就要拿这三个无辜的百姓顶存 你们这些个刁民 人正物正俱在 还敢抵赖 冤枉啊 大人 冤枉啊 还不敢你给我素素的招来 你们是如何勾结江阳大道 盗取福国关營的 大人 小民冤枉啊 明察大人 一群刁民 刁民 事到如今还敢喊冤 好 来人哪 没人重打三十大板 你们还敢许一号 打 冤枉啊 大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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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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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这个恐惯 看来刘德昭是铁了心 要将这三个百姓 虚打成招了 这怎么办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我必须要阻止他们 我眼下好歹也是奉旨查处 书建一案的钦差大臣 纵然无权过问山西的地方正乎 但刘德昭应该也不敢把我怎么样 这样了 你先去击鼓民怨 是 大人 大人 你干什么了 你要干什么 龙小弟 武功长进了吗 那是 跟了老大这么久 总得学点本是不是 干什么 你们干什么 我们家大人奉旨前来山西查案 还不赶紧让你们巡抚大人出来迎接 你们真是青山大人 圣旨在此 还有假吗 一道圣旨这么威风啊 老大 这个代表着至高无上的洪泉 龙大人 老大人 刘德昭 恭迎青差大人 早就听说 龙大人到了苏丹的府上 本该前去拜会 只是公务繁忙 实在是走不开呀 早有耳闻啊 这山西汉情严重 刘大人一边忙着赈灾 一边忙着急捕盗匪 确实是忙得很的 龙大人此次来奉旨调查 书大人遇刺一案 不知办得怎么样了 今日龙大人来 可是想让本府助你一臂之力 确实是需要巡抚大人相助之处啊 本府定当全力配合 不过龙大人 你也看到了 本府现在正在审理一起盗匪之案 不如这样 龙大人先暂时去我的后堂歇息 待本府办完此案之后 再到后堂 听龙大人通报 书总兵遇刺一案的案情如何 刘大人 这三天前夜里发生的重大盗匪案 没想到今日就抓到了匪徒 刘大人的办案效率 实在是让我钦佩 刘大人 不知本钦差是否可以在此 旁观刘大人审案呢 龙大人哪 你不过是奉旨来查办 书总兵遇刺一案的 这盗匪之案与书案哪 没有任何之相关联 若是要旁听的话 不太合适吧 刘大人 本钦差只是旁观而已 绝不干扰刘大人办案 再说了 等本钦差回了宫以后 这皇上问起在山西的建文 我也好将刘大人的 这高校办案的美名 上达天厅啊 刘大人 若是执意要旁听的话 那就 唐上请 请 请 刘大人 这三个就是节银节粮的盗匪吗 不错 险下人证物证俱在 可是他们敌死不招 大人 大人 老小师叔冤枉啊 大人 刘大人 不只有和人证物证 可否给本钦差瞧瞧 刘大人 你可是奉旨前来查办 书总兵遇刺一案 好像这个案子 与你的案子 没有任何关系吧 你只静静地旁观就好了 这具体的案情本府无可奉告 王师三 谢大牛 胡二狗 你们现在可冤召了 冤枉啊 大人 冤枉啊 小民冤枉啊 好一帮刁民 看来不动大刑 儿等是不会招供的 来啊 大刑伺候 大人 饶命啊 大人 冤枉啊 大人 冤枉啊 冤枉啊 大人 饶命啊 如今 人正不整俱在 你们是抵不了赖的 还是老老实实地招认了吧 免得再受这皮肉之苦 大人 大人 老朽 自打进了这个宫堂 我就知道我不可能活着出去了 老朽 经不起如此大心 老朽 愿找我 大人 胡二狗 谢大牛 你们呢 小人冤枉啊 大人 王实在 你就先招吧 大人 我招 我 我大人 老朽 我实在是不知道 该招些什么呀 好 你们三个人 那是办不了 翻墙入室 结官赢官粮的大事 你们必然还有其他的同伙 而那些同伙也必定不是普通人 那些人 应该是盘踞在牛角寨上的 潜名余孽 才会如此的胆大包天 是不是啊 大人 大人 您说是就是吗 那你就将 如何勾结牛角寨贼人的经过 如实地招来吧 这经过 这经 大人 老兄 年老昏贵 这经过 我实在是记不清了 就以 就以大人调查的为准吧 好 那么你再想想 你又是如何联系胡二狗和谢大牛 去给牛角寨的匪徒做接应 你 你 这 这 我 这位老婆 你我素不相识 你要认罪是你的事 可不能忽乱拍摇我们哪 前日我家娘子刚刚流产 还等着我回去照顾她呢 这位老婆婆 我家里还有瞎了眼的老娘等我回去照顾 这道墙官粮官淫 可是死罪啊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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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兄 无儿无女 无家产 我死不足惜 可是 我与这两位小兄弟素不相识 你必须要让我胡乱执政 小老儿我心里实在是不安哪 看样子你还是没想明白呀 来人哪 在 让她清醒清醒 大人 大人 老朽愿赵 愿赵啊 大人 这案情经过 您比老朽更清楚 就请你们 带老朽写下公词 让老朽花崖便是啊 这就对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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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呐 在 把王十三押下去 是 大老爷 走 你们关闭民法哪 虎二狗 谢大牛 王十三都已经招了 你们还要玩炕吗 罢了 胳膊拧不过大腿 没看透也比这么活着受折磨得好 反正都是个死 小人愿招 有老大人犯告小人娘子 小人不能陪她白头到老了 让她自行赶嫁吧 你就放心吧 我 你 你